4月13日,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在简报会上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是否会在国际领导人气候峰会即将召开之际, 解决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并重建关系时表示,美国尚未确定双边会议是否将会成为峰会的一部分。 普萨基强调,美国将在各个层面上与中国接触,美国对华寻求的是竞争而不是冲突, 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重建美国经济并继续关注美国所关心的领域。 美国已经邀请了40余位领导人参与国际峰会,政府仍在敲定活动细节。 此外,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将于4月14日至17日访问上海及首尔, 商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这将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华。 4月14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将在今年5月1日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并在9月11日前将所有美军士兵撤离。 拜登表示,这一决定是在与副总统哈里斯、盟友、合作伙伴、军方及情报人员、国务院和国会商协后做出的决定。 欧洲药管局14日发表声明称,目前正在就发生在美国的极其接种强生新冠疫苗之后出现的极其罕见的血栓病例进行调查, 并将于下周发布有关该疫苗的使用指导建议。 声明称,欧洲药管局仍然认为强生新冠疫苗的益处要大于副作用所带来的风险。 该机构还表示,强生公司已建议欧盟成员国暂停接种已接收到的强生新冠疫苗,直至监管机构给出正式结论。 此外,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13日晚表示,决定暂停使用强生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也指出暂时不会购买强生疫苗。 据美联社等美媒14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史上最大庞氏骗局的主犯伯纳德·麦道夫在狱中死亡,据信为自然死亡。 麦道夫策划了美国史上最大的投资诈骗案,从数万名受害者中骗取了650亿美元。 麦道夫于2008年12月被捕,经审判,他承认了11项与洗钱、作伪证和伪造财务文件有关的重罪指控,被判服刑150年。 4月13日,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一家法院批准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提交的正式扣留长次号货轮的申请。 该决定将于当天送交长次号货轮船长。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玛·拉比叶指出,经与长次号货轮船东协商,最终赔偿金额确定为9亿美元。 但由于船东拖延缴纳赔偿款,管理局虽决定申请正式扣留该货轮。 拉比叶表示,管理局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索赔问题。 最近几年,中国贵州单债县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利用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临下养蜂产业,有效巩固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 田果林是一名养蜂专业户,自幼在山里长大,对养蜂吃蜂蜜,情有独钟。 于是,他把养蜂这项爱好变成了增加收入的甜蜜事业。 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田果林的养蜂产业已有一定规模,还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养蜂致富。 据悉,单债县极大利用林地资源,快速推进林下产业规模化发展。 截至到2021年3月,全县养蜂约达1万箱,实现年产值400余万元。 。 。 。北上。 。 ét丰盲异当链 Senator。